风向悄悄起变化 一夜之间 美国在乌克兰战争的态度 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这个转变让人措手不羁 7月28日布林肯在社交平台隔空喊话俄罗斯 泽连斯基明确表示 这场战争将通过外交来结束 我们同意 美国准备支持任何可行的外交努力 这是在既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 隔空喊话要和俄罗斯举行会谈 没能获得俄罗斯的回应之后 再次向俄罗斯释放和谈信号 要知道就在前几天 美国还信誓旦旦地声称 要支持乌克兰到底 并再次向乌克兰追加 提供了2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也咬牙切齿地对外声称 目前和谈的事迹不成熟 并且放言乌克兰准备发起9月大反攻 这才短短几天 泽连斯基又开始信誓旦旦地声称 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乌克兰危机了 美国也突然支持乌克兰 用外交途径来结束乌克兰战争 美国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 是什么让平常喊大喊杀 要舞阳威惯了的美国 此事突然放下身段 要而在这三地释放出乌克兰和谈的信号呢 有句话叫事出反常必有妖 很明显国际局势已经悄然发生巨变 美国和乌克兰已经撑不住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战区 虽然顿巴斯在局地还胶着 虽然乌克兰扣扣声声称9月将发动赫尔松大反攻 但地球人都知道乌克兰在乌东已经是大势意区 除非是美国和欧盟介入直接出兵 否则根本没有反盘的机会 就在昨天 俄罗斯官员首次将作战目标 直指乌克兰南部的另一港口 城市奥德萨 这是俄罗斯首次提出拿下奥德萨的目标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 如果奥德萨再被俄罗斯拿下 那么乌克兰在痛失亚苏海之后 又将失去黑海这一唯一的出海口 眼看在乌克兰战场上 实在无力回天 美国也不想让泽连斯基再演下去了 因为在演下去底库恐怕都没了 所以开始打推堂鼓了 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突然浮乱 多次喊话俄罗斯 希望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并希望和俄罗斯举行会谈 除了战场上停不住了之外 还有另外两层意思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第二季度GDP 批复增长0.19 尽管拜登以及美国财长都不承认美国进入衰退 但是残酷的数字在那放着呢 美国已经进入实质性经济衰退 而如果这种苗头再不及时控制 进入长期衰退下去 美国把权力彻底崩塌也就不远了 需要值得一提的是 经过五个多月的拉锯战 欧洲美国的另一盟友欧盟早就已经撑不住了 德国竟然都要号召国民用树叶子擦屁股了 洗澡只洗四个部位 德国多名市长更是要求开通北溪二号能源管道 这些德国政客们此时想起来俄罗斯游戏的好处了 俄罗斯还不干呢 不但北溪二号项目被关闭 同时就连北溪一号的能源输送 也都被俄罗斯大幅减少 如果这场战争真的延续到了冬天 那么等待德国和整个欧洲的 都将是一场巨大的难以承受的噩梦 所以这也是美国和欧盟集体软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老铁们都看了 中美当下在台海剑拔弩张 面对强硬到啃不动的俄罗斯 美国正是想先让乌克兰战争暂时掩其息骨 先暂时放下俄罗斯 调转头来全力对付东方大国的节奏 而如果中美两国在台海突然提前摊牌 那么对美国来说是根本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同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博弈的情况下 突然又在台海和另一更加强大的对手中国 进行更加危险的碰撞 那么对美国来说 无疑是加速把权灭亡的步伐 美国把乌克兰户又残了 眼看还困不住俄罗斯 反而把自己和盟友们拖了个半死 又开始到头支持和谈了 至此 美国欺人怕瘾的一面彻底暴露 问题是俄罗斯正在信头上 你说和谈就和谈吗 你看人家普京打理你吗 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文件 声称俄罗斯农产品 农业设备和药品不在美方制裁范围之内 而且美国表示美方支持缓解全球粮食短缺的努力 这给人的印象是 俄罗斯应当承担世界粮食短缺的责任 俄方立即批驳说 美方才是造成全球粮食危机的始作俑者 然而美国同时也表示 美方制裁不包括俄方在化肥等农业产品方面的进出口 金融或保险机构 可以为这类交易提供便利 同时美财政部队涉及俄罗斯农产品 农业设备 药品和医疗设备等领域的交易 也扩大了授权范围 其实这并不表示 美国对俄罗斯在释放善意 对美国来说 只有他们发现已经无法取胜的情况下 他们才会尽心妥协 且不仅如此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称 美国将恢复与俄罗斯的国际空间 航空航天局已经表示 准备与俄方签署协议 整合飞往国际空间站的航班 允许俄罗斯宇航员乘坐 美国制造的航天器 而美国宇航员也能乘坐 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 估计则连司机看到 这些消息都得吐血 美国人这是准备撤提了 这让已经被打得稀里哗啦的 乌克兰如何收场 不过因为乌克兰已经从北越 获得了多种远程武器 尤其是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 该火箭炮既能发射常规弹药 也能发射精确制导导弹 这又积大地鼓励了乌克兰 他已经不止一次的扬言 要对俄罗斯目标发动攻击 如今为了再次拴住美西方国家 乌克兰很可能会铤而走险 攻击克制海峡大峭 实际上乌克兰已经多次攻击 俄罗斯的本土了 但是声称攻击克里米亚的 克制海峡大峭还是第一次 这已经引起俄罗斯的高度重视 而且乌克兰的表态 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是 大家普遍预测 这可能预示着 俄战争很可能会继续扩大 最终结果将不可预测 实际上之前美国不仅安中 怂恿乌克兰攻击俄境内目标 甚至发起了多次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 包括俄罗斯的国防研究院 便油厂 化工厂等目标 但明面上 拜登一直口头反对 乌克兰攻击俄境内目标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 还特意拆除了能进行远程攻击的设备 然而已经打红了眼的乌克兰 可能并不会遵守这一规定 因为美国既然已经提供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就是希望乌克兰能顶住俄军的攻势 进一步消耗俄罗斯的实力 实际上以海马斯火箭炮的性能 即射程高达几百公里 精准度堪比导弹 因此他打击在乌克兰的俄军和后勤节点时绰绰有余 甚至刻出海峡大桥 也完全在乌克兰的攻击范围之内 就在海马斯火箭炮到达乌克兰的前几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少将马尔钦克公开宣称 一旦收到西方援助的远程武器 就将第一时间瞄准连接克里米亚这座大桥 应当说乌克兰这一表态 尽管有虚张声势的成分 但是却很可能要闯下大祸 因为刻出海峡大桥对俄罗斯来说 可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桥 之前由于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封锁 让克里米亚只剩下这么一条陆路通道 能够与俄罗斯本土相连 而且当年俄罗斯可是花了大价钱才修建的这座大桥 一共花费了35亿美元 这笔钱对俄罗斯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 可见俄罗斯对它是多么重视 所以俄军一定会在大桥附近地区部署防空导弹系统 以海马斯的作战性能 想完全避开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也不太可能 因此如果乌克兰真的攻击克制海峡大桥 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会对这座大桥造成严重的损坏 但是很可能会彻底激怒俄罗斯 要知道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总体上看还是非常克制的 俄罗斯并没有主动攻击乌克兰的指挥中心 这才让泽连斯基能够从容的指挥乌军 与俄罗斯进行对抗 近日美国已经通知在乌克兰的所有美国人 尽快离开乌克兰 这就已经说明美国很可能已经预见到 俄乌战争可能会迅速升级 同时美国这一举动也让人们有理由相信 美国对泽连斯基已经丧失了信心 美国对泽连斯基尔的军事行动